哈喽 大家好 现在我们来到这个泰国的市集 有一个东西很有趣的 想要给你们看看 这里就是这个烫火 走过来这个烫火 你们看看 有各种各样的 非常有趣的番薯 看到吗 所以你看到这个吗 这个番薯 是非常大的 一颗的番薯 是可以挖出30个公斤 而且是用一年的时间 种了就可以挖出30公斤 这个是什么薯你知道吗 这叫做雪薯 很少见的雪薯 为什么叫雪薯呢 因为你看一刮 它就有好像雪的东西流出来 看到吗 所以这个是叫雪薯 一个的重量是30个公斤 所以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种的农质 看到吗 好棒哦 大家看到吗 这个 这个不起眼的这一块东西呢 就是拿来做药的 也是一种薯类 所以拿来做药的薯类 然后 我们还有这个 老虎长的薯 老虎长薯 然后还有这个 它叫做狗薯 因为样子长得像狗 这个叫什么 好可爱啊 这个薯 可以各种各样 然后你看到吗 这个 好长啊 它是我们的这个 乌鲁类的其中一种 好多很有趣的东西哦 这个市集呢 是在哪里呢 在一个森林里 看看 好 现在我们先介绍到这里先 然后过后呢 等下我们再介绍你其他的东西哈 OK 拜拜 拜拜